而且有人发现吗 这家务才19岁啊 一个是剧中的男色审美 一遍不说话 观察和视线也全都被勇力占据 这种不经意的描写真的太浪漫了 不如说Uli on Ice这整个故事 就是一个叙述爱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实验品 我还清楚的记得 五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 Uli on Ice播出时的轰动 深深的震撼了 当年还是个高中生的我 影子篮球员的作者 藤卷中俊曾经提过 他上学时加入篮球社的人 通通都是看着灌篮高手才来的 而这部冰上的游里 Uli on Ice 可谓是和灌篮高手 有着同一级别的震撼力 让荧幕前无数放心懵动的少女 都跑去加入 呃那个 女生结弦的比赛转播行列 没错 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这部 MAPA的经典之作 即便他现在沉迷于练剧人 和间谍国家家 剧场版基本一直跳票 但我还是要来斗胆开麦聊一聊 我这次重看最大的体悟就是 这部作品中 很多细腻的人物心境或成长 都在短短的12集中表达完整 更是让众多粉丝浑青梦影至今 那种不败的究极魅力本质 到底是什么 Uli on Ice 真的只是一部普通的 BL女性像作品吗 好的 废话太多 进入正题 作为一部原创动画 Uli on Ice可谓是相当前卫的作品 除了大胆直接的情感表达 就连说故事的手法都相当特别 其实我去查的时候才发现 本篇的原案和导演都是女性 所以你可以说 无论是从创作 呈现到收看 这都是一部相当女性向的作品 除了这种特殊的视角 动画制作花费的精力 也为这部作品锦上添花 比如占据全篇大半时间的滑冰场面 是真的请了前滑冰选手来监督 冰面流淌的道影 滑过脚尖的碎冰 各种高难度 挑战极限和想象的动作 再加上无论是转播或现场 都无法体验到的镜头视角 虽然后面因为经费问题略显崩坏 但MAPA在这些细节上的用心 真的让每一次的表演桥段 都成为一种享受 除此之外 片中很多地方的设定 除了全世界都说日语以外 都尽量展现出一个真实 比如勇力居住的九州小城市 和国际大赛的舞台 形成鲜明的翻臂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们用的社群软体 真的和那种电子新闻 IG一样 这样的亲切感 也营造给观众一种 这个故事是真的会发生 在我身边的代入感 因为大奖赛的巡回赛制 每轮都会遇到的新面孔选手 也是作为运动番的一大看点 无论是性格阳光 以身为泰国人为荣的披颈 或是自信溢出 连主题曲都是量身定做的JJ 这个角色 怎么说呢 秋空也遵守啊 而且有人发现吗 这家务才19岁啊 完全看不出来好吗 然后虽然很抱歉 但是我再次重看 我还是给不到克里斯 只能说 他很投入吧 还记得我前面提过 这是一部全方位面的 女性像作品吗 我认为这点很明显地 体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剧中的男色审美 本片的角色几乎全男性 他们要在这三到五分钟的表演中 用力地展示自己的技术和魅力 而这种美又是多样化的 优理的精致 JJ的自信 维克多的成熟等 其中 性感这个字 因为克里斯和永利的主题相近 所以常常出现 剧中因为很直白地展现这些魅力 男性也需要打扮 也需要表达出迎合审美的男色标签 可谓是个相当新潮的概念啊 女性像的第二点呢 同时也是这支影片的主题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有的时候会看不太懂 啊 他干嘛那样 啊 怎么哭了 其实片中很多对于情感的表达 都是非常琐碎细腻的 而且通常都不会直接说出来 譬如选手们在表演时的内心OS 其实都是非常破碎的 就像现实中的思绪一样 是不连贯的 人物之间的互动也常常因为一句话 就直接冷场断掉 然后下一秒就买戒指了 譬如决赛的场曲 其实是永利向维克多表达 自己不想隐退的意志 嘿 就是不说人话 就是要用行动表达 也是因为这种互动 让人物之间的羁绊显得很真实 譬如第十集的夜间散步 这集很罕见的以维克多的旁白展开 即便不说话 观察和视线也全都被永利占据 这种不经意的描写真的太浪漫了 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之前推荐过的 瓦尼塔斯手渣一样 他们都尽力勾勒描绘一种 不具体却真实存在的情感 而那样的过程是很隐晦的 暧昧不明的 而那种情感究竟是什么呢 拆解优利亚艾斯这部作品 会发现他自始至终离不开一个字 爱 爱是贯穿全剧的关键字 表演的曲目是爱 勇力领略成长的目标也是爱 维克多说荒废20年的东西也是爱 其他很多角色 包括Yuri、JJ、Pitch 人物的闪光点都放在这些人 是怎么诠释自己的爱身上 剧中的每个角色 哪怕是配角 都用着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方式去诠释爱的表达 无论是JJ对自己 Pitch对国家 Yuri对身边的人 甚至连这个媚控男都是 他们都在爱这个主题里徘徊 然后给出自己的答案 然而感受爱的过程 不是平顺无风险的 像永利一次次演艺的那首 Yuri on Ice一样 会有跌倒的不甘心 会有成功的喜悦 但是 那是无论如何都只有一次 绝不会再重复或重来 绝无仅有的一次 花花是追求完美的运动 但在看似光滑的冰面上 一定也会有很多摔跤或跌倒的擦痕 不去否认这种失败或错误 而是带着这种经历 即便跌跌撞撞 也要交出自己的答案 对爱的答案 维克多在交换戒指的时候提到了 他想给永利的是 不需要思考一切的魔法 可是明天就要场取决赛了耶 Why 因为一旦站上舞台 就是展现爱的时刻了 此刻任何的思考都是多余的 因为我相信我深爱的事物 会引领我的 永利用Yuri on Ice一首歌的时间 向我们证明的是 就是最后一集片尾说的那句 仅限给冰上的一切 我爱的一切 仔细想想 永利用Yuri on Ice究竟说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是透明选手逆袭国际赛银牌的地质鸡汤 还是十年老粉追星成功 最后双向奔赴的恋爱物鱼 在我看来这两者都只是元素而已 你很难说你看完之后 你可以学到什么很具体的东西 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这个故事就是把角色们对于爱的理解表达出来 而每个人对爱这件事的理解又不尽相同 即便你可以模仿 却不能复制 与其说要归类到什么类型 不如说Yuri on Ice这整个故事 就是一个叙述爱的故事 我终于感受到自己身边那些可以被称之为爱的东西 这种感情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前 就将它称之为爱吧 时至今日回看这部作品 之所以可以引爆话题甚至成为重看经典 真的是有理由的 整体的节奏恰到好处 不像瓦尼塔斯那样慢热 又比SKA在克制一点 啊只是需要一个标准比较没有说不好的意思 这两部我都很喜欢没有拉材的意思我法贵 新颖的题材 丰满的人物设定 以及最重要的贯穿全剧的核心主题 即便只有12集外加经费有点拮据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把这个有关爱与成长的故事 讲好讲满了 当年第一次看的我就只觉得 哦哦哦哦BL 啊当然 这部作品的讨论度和热度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标签或元素 但它其实也有在很认真的铺陈故事的完成度 我反倒认为 这些细腻又不失真的情感 才是Yuri的灵魂所在 在影片的最后呢 也要灵魂发问 妈怕 剧场版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抱歉啊 今天的影片比较感性 讲的东西也比较虚一点 原本是有想过要讲一些人物原型 或幕后制作什么的 但思来想去 最后还是写成这样了 请原谅任性的实验品 动画中你最喜欢哪位角色呢 对爱的理解又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也欢迎来追踪我的IG FB 看更多酷东西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嘿 哦包了 好开始吧